大家好,我的夏妈,早上好 今天我们家的早餐吃两个不同的馄饨吃法 现在早上6点32分 肉馅我昨天没调 所以把调料都撒上肉上面了 你们截图看一下就行了 中间花加大料水 你可以用热水泡一会儿 或者是直接多抓捏抓捏 再把这个水倒到肉馅里面给他们搅拌均米 我分成了两份 一份放了一点切好的韭菜末 你也可以放玉米地呀 其他你想吃的任何口味 馄饨皮超市买的比较薄 这个包法大家见过没有 就是一点肉馅放到筷子上面 转两圈 收口你就这样子两边堆一下 就是一个这种堆堆的馄饨 超市可以看到的 不过他们是用那种竹片的 你喷点油加点清水 用小火慢慢地煎 煎到水分没有了 那个馄饨也就熟了 这边包的是鲜肉馄饨 来做一个汤的 水开放进去 稍微煮到浮起 再煮个一两分钟就差不多了 这皮比较薄 这边的煎馄饨就是韭菜馄饨 它已经煎出焦壳了 我在表面打入两个鸡蛋 就这种口感又很鲜香 然后又很好看 颜值也高 下7.01分 我们家的早餐馄饨就搞定了 汤底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都知道 很久没有吃了 之前吃馄饨可能是我包的太多 吃伤了 这现在就时不时才会出现一下 挺鲜香的 而且吃法的话呢 也是多样化 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 昨天有很多朋友都在惦记我的酸豆角 应该有的差不多了吧 晚上我拿出来看一下啊 今天就这样 晚上再见 拜拜 拜拜